内风湿性关节炎 为一种肢体免疫疾病 患者因体内抗体及发炎物质不受控 攻击全身关节导致关节肿痛 内风湿性关节炎 它如果没有好好治疗的话 它的关节其实是不可逆 如果说长期控制不良 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在治疗 随着疾病的活性增强 其实会有一部分的人 会有一些共病产生 比方说眼睛有些人会发炎 叫拱膜炎 那有些人是在肺部 可能会有纤维化 那还有一些骨鬆的问题 那我们最近民众常常关切到 心脏血管的问题 心肌梗塞 中风 也会容易比一般人 会差不多多两倍的机会 会发生这些心血管的事件 过去 会发生出来的抗体 或者是结合性的蛋白 那这东西都是要打针的 但是效果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分子制剂 是口服的 带来方便性 那效果基本上跟打针的效果一样好 但是无论是打针 打生物制剂或吃小分子制剂 其实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比方说它能提供多少的好处 那带来多大的相对应的一些风险 这个东西就是有带这个我们医生 还有跟病人 我们的病患朋友 去做一个沟通跟讨论 如同糖尿病的慢性疾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也需长期用药控制 在治疗时同样会设定治疗目标 国际间通用之追踪诊断标准 DAS28 评估患者关节轻盘情形 红血球沉降速率 及患者自数健康状态后 量化成疑数值 若为2.6以下 即是为控制良好 那药物的调整是需要每次都会去调整 去更动 都是照旧照旧 其实就是很怕会有一些 药物也许是过多 或者是药物不足的状况 其实我们医疗端 还是很重视病人的主观的感觉 一方面是增加病患朋友 对自己疾病的一个重视 那这个疼痛是不应该被忽略 那我们最近就是有在推这个一分钟这个微笑量表 就是希望说病患朋友来我们诊间 除了经过我们询问 然后经过我们的处诊 或者是在这边观察 确定这个关节肿胀的程度 是不是已经受到控制之外 透过一些很简单的量表 去告诉就是您的主治医师说 至少我自己主观的感觉是怎么样 那这对我们评估 除了一些抽血数据跟外观之外 其实更能了解现在病患朋友的 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舒服 在与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期抗战的过程中 医院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台北荣民总医院 近日于过敏免疫风湿科后诊区 设置大面活泼有趣 又富有胃教意义的 锐风湿性关节炎你累了吗 资讯墙亮眼的展览设计 推翻了过去大众对于医院的声音印象 在打造更为友善的就医空间之余 也能加深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导